两轮一早联赛过后,对于唯一意大利足球救世主的C罗完成了14脚攻马,在尤文图斯对战拉奇奥的比赛中,C罗的射门次数甚至一度占据尤文图斯,全对射门次数的50%,但遗憾的是,如此多的射门次数并没有为他带来进球, 14胜0中的战绩也在五大联赛中排名垫底,在首场对阵卸卧的比赛中,C罗虽然创造了几次不错的射门良机,但是并没有获得进球,甚至尤文图斯直到比赛最后时刻,才靠着贝尔纳戴斯基的进球完成绝杀,半轮对阵拉奇奥,虽然尤文图斯2比0完胜对手,C罗却再一次没有进球, 在本场比赛,C罗甚至出现了低级失误,面对硕大的空门,C罗左脚吞射却把皮球踢到了自己的右脚上,好在随后跟上的慢着机器不是破门,面对如此失误,C罗只能攀手表示无奈,两轮临赛,14次射门,7次射在门框范围内,没有取得一个进球, 这样的表现自然会让很多人感到不满,意大利民宿卡西拉奇对C罗的表现很不满意,他表示,意大利的防守和西班牙不同, 我认为C罗无法单赛即打近40球,当然,他加盟游人的目标是为了获胜。